哪一個星期哪一個地方 兩千年前兩千年後 那麼不因為時空的改變而改變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法規則 沒有改變的 它叫做法信法處法界 有佛無佛法信法處法界 那這裡是非佛做亦非云人做 並不是佛讓他這樣的 不是佛只是發現他而已 告訴你真理是這樣子的 這個西方人也有一句話 叫做上帝也不能使一加一不等二 一加一等二這個是一個理則 從數學上來講 你說我是上帝從今以後一加一等三 你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上帝再有力量也不能改變 所以佛陀再有力量也不能改變業力 業力也是一個法則 緣起是一個理則 業力也是 你不能說我是佛我要改變 那麼我們現在的佛教徒很多都是這樣 它不依法 這個佛的力量 持咒念佛可以改變業力 本來要受的罪可以不用受 本來要受的苦可以不用受 本來沒有的福報可以給你 可以增加 沒有 你沒有修 但是單單靠念佛 佛這樣子你就有 你本來要受苦 你不去解決那個苦因 你只要好好念佛 佛會幫你遺苦 這個人本來不能往生的 但是因為你幫他念佛後來他往生了 一個人不夠找一群人來 一群人不夠力找一群出家人來 那麼這樣的觀念其實不是佛法 就是他沒有以法為核心 也沒有講到這個法的 就是說法是不能改變的 即使佛啦也不能改變 所以佛做嘛 也不是其他人可以做的嘛 就是不是其他人可以改變的 葉利山也是這樣是不是啊 所以我們很多人其實不了解佛法 那有一些人聽到這樣講就會取煩惱 那念經也不能增加功德 念佛也不能持咒也不能 那麼超度也不能 那回降也沒有辦法 那我不要學啦 不是 他並不是 學佛的目的不是要你從佛法念經念佛持咒 就可以得到佳值 不是 你要了解那個道理 知道他為什麼會變得這樣 你要用什麼方法可以讓他不變那樣 就好像你煮飯煮不熟 煮不熟你就沒得吃嗎 好 那現在告訴你 佛來告訴你 佛是一個覺者 他知道怎麼煮飯 告訴你 你要放多少 水要放多少 底下的火要多少 要燒多久 燒到什麼樣的層次 你就不能再燒了 不然再燒了就連你都沒有啦 燒焦啦 那你燒不熟也不能吃 燒過頭也不能吃 所以他告訴你這個道理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一到這個方法去 你就可以吃到飯了嗎 那你現在不是 這個道理太深了 太複雜了 太麻煩了 我好好念佛 然後 那麼 佛就會控制這個火 佛就會幫我加水 佛你要熟的時候 就會幫我滅火 沒有這樣子的 哪有這樣子的 你就變成 我念佛持咒 那 放手的時候 那個火自動消失 那火不夠的時候 念佛的時候 火自動加強 哪有這樣子的 可是我們現在都是這個概念喔 我們現在念佛持咒 宋經都是這種觀念喔 不是這樣子的 好 我們讓底下看 導師很不容易喔 他在很久以前 就把這個道理做出來 大部分的人都 即使到現在 多數的人都還是明信的喔 那個時候不明信的老實講很少 很少 那 很多 很多 祖師大德 其實有一些也明信 也不是不明信 那 但是 他們沒有那麼明信就是了 就是說 我們也不能講明信啊 就是說 他有一些方便啊 讓 這一些眾生有一些方便 比如說 前 前天才有一個人問我 說他現在在修這個 那個 三茶 三二月報經 有一個三茶木人 你知道嗎 我剛學佛的時候就有了 三十五年前就有了 那個時候好像是 因為最早是偶一大師都會用這個 三茶法 然後再查自己的 是不是 有沒有親近啊 那麼 有一個記者問我 他說 他現在在修這個 三茶木人 他每次都用三茶木人來 看自己還有多少善業 多少惡業 那麼我說 他說 修這個可不可以對不對 我是跟他說 他是一個方便法 但你不要長修 他是一個外道法 印度都沒有這樣子 那 你經常用這個方法 很容易 因為你就是期待外運嘛 那 很容易後來受到鬼神的 就是 就是 介入了 我們就作祟 因為你就是祈求 那麼祈求 向外祈求 他一定有外力的部分 他一定有這部分 那這一部分 你要看你的因緣 那有時候 偏神來就好一點 鬼神來 你就慘一點 真的 這種東西是這樣 那你說 你要看你有多少善樂業 要靠那個木頭告訴你嗎 不需要 你自己觀察 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有什麼善業 有什麼惡業 你不需要 就觀察這個木頭 喔 這善發 我現在是 布施業比較多 喔 我現在是 我現在稱認心比較強 需要木頭來告訴你嗎 不是嘛 你看到境界 你請稱認心 你就知道你的稱認心強 強到哪裡了嗎 對不對 那 你有沒有減少 看你每次 從那個境界來 你的稱認心有沒有減少 就知道了嘛 你哪裡還要需要 練經練完了 然後拜佛拜完了 然後靠那個木頭去告訴你 需要嗎 不需要啊 所以這種 如果你祈求習慣了 你不祈求 你變成會不相信自己 不習慣依智慧來判斷 而是習慣別人來告訴你 也許是神 也許是人 也許是鬼 來告訴你你這樣做對 這樣做不對 而不是以法與智慧 去理解 這樣是對的 這樣是不對的 我做到了怎麼樣 所以這種你很明顯的就是 他習慣用 如果你習慣用這樣的方法 那因為有一些主事道德他也這樣用啊 你像偶遇道德他也這樣用啊 後來像孟山老子上 他也 他好像早期他也是有 因為他也是有弘揚地上三軍的嘛 所以有一些人就很相信 認為那些大德都這麼說啦 那肯定是不會錯的嘛 就好像 修化上的人 很肯定能源咒 能源咒多真好多真好可以想摩 那麼好好念能源咒 那麼 大的可以開悟 那麼最差也可以想摩 不會有魔障 真的這樣嗎 那其實 這個都是靠外力 真正想摩的不是怎麼做 是智慧 是智慧 智慧 佛法佛頭就所謂 你不能靠一句做 兩句做 三句做 就可以離苦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 那 但是後來因為 有一些人他 對 當然 這個又牽涉到很複雜的問題 那他們也都有修行是沒有錯 也都有力量是沒有錯 那你要知道 六世外道也很有修行 也很有力量 他們也有神通 神通都抵不夠業力 那也不能就 神通就能改變什麼 不行的 所以佛法講 改變一定要從陰上改 絕對不是威力破壞的 不可能 那因為 因為很多人 不能理解這樣的事情 他習慣了 我有問題找佛 那麼我念佛 供養佛 那麼佛幫我解決 不是佛從來不幫人解決問題 佛告訴你 這是什麼問題 是什麼原因造成 你繼續用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到什麼程度 這個問題是徹底被解決的 他是這樣說的 後來我們就沒有 沒有嗎 就誦經念佛持咒 同一個概念 誦經念佛持咒 同一個概念 誦完經 這本普門品 觀世音菩薩講的 觀世音菩薩要替我負責 我念觀世音菩薩名號 普門品裡面說的 我念他的名號 求難得難求你得你 你要負責 我念這個大佩咒 觀世音菩薩說的 我念了觀世音菩薩要負責 反正就是 你念 你念這個經 念這個名號 念這個咒語 那麼你就祈求這個菩薩 這個菩薩替你做主 為你負責 給你加持 這樣的觀念 不是佛法的觀念 這樣的觀念 是外道的觀念 可是 現在我看 真的 你們我不知道 但是多數的人 十個 至少有八個都還這樣 真的 很難改過來 因為改過來 凡事都要自己做 辛苦 辛苦 總算是 有人替我多少做一點 甚至 都替我做 我負責供養他就好了 我負責禮拜他就好了 多簡單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種事 我覺得 就是佛教徒真的 要好好讀佛法概論 要醒過來 要不然 一輩子 學習佛法 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 他說 依佛的法 而隱身其利益 又得兩個解說 一個叫做諸佛常法 第二個就是入佛法 法是本來如此的 就是前面講的 有本然性 有普遍性 有恆常性 法性 法術法界 佛是創覺世間實相者的尊真 實相就是真理 如實相 真實相 那麼其實就是真理 真理是不會改變的 不會因誰改變 不會因為時空改變 所以我們常常 末法的觀念 其實就是沒有法的 就是不符合這樣的觀念 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這兩個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末法觀念 就改變囉 就不是這樣囉 就是說 真理這樣就是這樣 誰要覺悟都必須見到這個真理 那麼這個教法也是真的 你依這個教法 你只要如此依這個教法修行 你就能夠見這個真理 他也是 不論時間 不是說兩千年前可以 兩千年後就不能 不是說印度人可以 中國人就不能 中國人可以 台灣人就不能 不是這樣 那就沒有普遍性 他沒有普遍性 他不是有三個性嗎 法性 法術 法界 他恆常性 普遍性 本然性 他一直是這樣 他本來是這樣 他到處都這樣 所以兩千年前跟兩千年後 他不會因為 兩千年後這個教法可以正真理 兩千年前可以 佛陀時代可以 佛陀滅後兩千年末法啦 這個教法就不能正真理了 那這樣就違反這個理德啊 他不可能這樣啊 所以這個教法 正物真理的方法 其實就是八正道 我們講啦 或是戒定位 不管 其實就是一八正道可以露虐法 唯一的道路 那麼這個他依然具有 法性 法處 法界 不管你是在兩千年 他本來就這樣 他這個不是釋迦摩尼佛 讓他這樣的 不是這個是釋迦摩尼佛發現的 那你說佛佛道頭 人家會講喔 佛佛道頭 那你說釋迦摩尼佛一八正道 得解脫 阿彌陀佛比較偉大 不用 他依念佛名號就可以解脫 那這樣就改變了喔 是不是 他就沒有本男性了嗎 阿彌陀佛功德比較大 願力比較強 所以他不要一八正道 不用 他只要一心念佛就可以解脫 那這樣是不是改變了 那這樣就不符合法的原則喔 規則喔 所以他有什麼 法現 法處 法界 這個教法 這個佛德法嘛 都在佛法裡面嘛 那佛法本來就有法現 法處 法界 包括這個真理 所證的真理 跟正真理的方法 佛所證的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他基本上都是這樣 那不會因為佛的不同而改變 因為每一天佛都是因為這樣成佛的阿 他見的道理就是這樣阿 所以這個很多人沒有這個概念喔 我們這張底下看 所以他這裡講 法是本來如此的 法是本來如此的 佛是創覺世間實相的存稱 就是真理啦 實相就是真理 如實相 如實知 如實見 那麼 誰能創覺此常騙的鬼律 常就是一直是這樣 本來是這樣 騙就是普遍是這樣 這是法性法處 那鬼律 鬼就是常 那律就是原則 就是他這種理 他這種理則 常騙的理則 誰就是佛 不論是過去的 現在的還是未來的 有一樣啊 要師父也這樣 阿祝父也這樣 釋迦摩尼父也這樣 就是阿彌陀佛也這樣 你不能說阿彌陀佛願力比較強 所以不用修八聖道 沒有啊 你不看 你沒有看那個阿彌陀經裡面 極樂世界的人都是天天都怎麼樣 五根五立七絕之八聖道 他不是一樣 天天都念佛念法念生 還不是一樣 所以 不管是 過去現在未來 三世諸佛 一切佛 始終是佛佛道統 這個道 就是中道 這個道 就是法正道 也就是苦極念道的道 釋迦佛的法 與一切佛的法 平等 平等 現在很多人 沒有喔 釋迦佛的這個法 那麼比較烈 阿彌陀佛的法 比較強 法正佛 譬佛的法 更強 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你就誤會佛法了 真的 這個要把這個佛法概論 前面這個序言喔 讀上一千遍 看有沒有比較深刻一點 其實是佛佛道統的 而且是平等平等 就是大家都是這樣稱佛的 所以所見得的真理都一樣 第二個叫做 入佛法相 那麼 名為佛法就是佛法 就是兩個 一個叫做出佛常法 一個叫入佛法相 簡單講就是佛所證的真理 跟佛告訴我們 正真理的方法 其實就是這樣 那法是長片的 因佛的創建而稱之為佛法 佛幣子依佛覺證 而流出的叫法去修行 佛沒有講 我們也不知道 喔原來是這樣 就是佛一個人爬到山上 那麼他從山上再往下看 他就告訴你 走到這個山上有幾條路 他就知道了 也許有些路是他沒走過 但是他就告訴你是哪一條 但是都要從哪裡開始走 就是他的原則都是要走那一條路 那也許有許多不同的方式 但是他一定都是那一條路而已 那所以 你看他這裡就類似像這樣 佛爬到最高的山上 那告訴你 因為他走過來 他實際上是走過來的 此事 此事苦 奴因之 此事苦 我已之 此事 此事急 奴因斷 此事急 我已斷 此事 此事盗 奴因修 此事盗 我已修 此事滅奴因正 此事滅我因正 此苦斷疾 正面修道 那麽這個是他的方法 他說告訴你 你也 我是這樣修過來的 你也必須要這樣修 所以 這個就是教法 所以我們剛才講 所正的真理 以及正真理的方法 通常我們就叫他的教法 所以有時候叫佛教佛教 佛的教法 那麽依這個教法而修行 聚集在一起的 叫做教團 那我們叫做僧團 那同樣 我們絕正佛所絕正的 傳佈佛所傳佈的 在佛法的流行中 就是佛弟子 佛弟子依佛所說 覺悟到這個法 然後再跟佛一樣 去說這個法 比如說舍利佛目見人 舍利佛 我們比如說簡單簡單講 說這個 這個馬聖比丘 吳比丘之一 他這個正的這個 阿羅漢之後 他去說法 然後遇到了舍利佛 跟舍利佛講元祈法 馬上比丘的元祈法 他見到元祈法 是依釋迦佛跟他說 他才見到元祈法 見到這個真理 見到這個真理 比如說元祈 元祈是地 重道無我 他見到這個真理 比如說我們講元祈 那這個元祈之後 他見到舍利佛 跟舍利佛說 舍利佛問他嘛 你是依子誰 因為他看到我語言好 那你是依子誰 那你師父都跟你講些什麼 所以你的師父是誰 你師父都說些什麼 印度人見面通常都問這個 因為他們中傳承 你的傳承不對 他就覺得你再怎麼厲害也沒有用 那個馬上比丘就跟他講 他就講核心 那他的師父是釋迦摩尼 他說的法很多很深奧 我都跟你講最重要的 大概就最重要的 諸法一元生諸法一元面 就講這樣而已 舍利佛就正果了 就見言起了 當然他過去他已經學很久了 他就見言起 那麼舍利佛見言起之後 馬上去跟穆建人說 都還沒見到佛 都還沒見到佛 可是見法是見佛 見佛還不一定見法 但見法是見佛 然後繼續跟穆建人說 穆建人還沒看到 舍利佛還沒跟他講 他剛剛看到舍利佛的臉色都不一樣 他就知道舍利佛一定得到東西 那舍利佛看到馬聖比丘的物語不一樣 他就覺得這個年輕人身上有東西 你看 這個觀察很微細 觀察很微細 那麼 這個舍利佛都還沒開口 穆建人就跟他講 你是不是得了什麼 他說這個 這個 這個 舍利佛就說是 就跟他講言起 穆建人當下也見言起 我每次聽到講這個我都很羨慕 為什麼 為什麼我講這麼久 我都沒有看到 看到什麼影子 但是也有啦 就是稍微 我們一來越深刻 一來越深刻 就過去要累積 要常常累積 常常跟言起去想 一起想 我們還好 我們還知道言起 很多人根本就不管這個東西 好 那 之後 之後兩個人 一起 來跟佛頭出家 聖門阿羅漢 牧建人七天 舍利佛十五天 聖門阿羅漢之後 就去跟人家講言起 你看 就是這樣 告訴人家怎麼見言起 那每一個人的根器不一樣 有些人要先讓他進入信心 有些人要讓他先持見 有些人要先讓他怎麼樣 就好像說 你只要走這一條路走到哪裡 你就會看到 那裡有一朵花 就是像這樣 可是這個人 這個人全身都沒有力 他走不到一百步 他就走不下去了 所以要先訓練他的腳 對不對 這個人 這個人 食物帶不夠 走到那邊要五天 他只有帶一天的糧食 不行 要先他 叫他怎麼樣 先累積糧食 累積五天的糧食才可以阿 所以方法就不一樣 所以後來就演變成非常非常的多 那 就是因為後來 每個人 如果每個人來的根器都一樣 就像舍利佛夢見人這樣 那就簡單阿 但是每個人不一樣 來的人不一樣 有的不良一行的 走路走不對的 有的走路不會走的 有的方向 你告訴他往南方去走 他便會往北方走 所以要先讓他確認 什麼是南方 什麼是北方 走到那邊要五天 他只有一天的糧食 他這個腳的力量 只能夠走一天 那個地方有蚊子 他釘到他就會腫 所以要先讓他 先讓他免疫力增強 蚊子釘到不會腫 不然就走不下去 就是非常多的狀況阿 所以後來為什麼 教法會那麼多 其實就是 針對各種不同的狀況阿 那有些人 我不要到那裡 我只要到那裡就好了 所以後來才有所謂的五秤佛法 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本來的教法很簡單 本來的教法很簡單 就是怎麼解脫而已 後來就不是喔 而且就變成我們說的五秤佛法 那五秤佛法又有各種不同的 所以以前的佛陀子大 你要來出家就開始修行了 後來就不是啦 後來出家要先等幾個月 要先等幾個月喔 你如果是外道來的 那個邪見太重了 那不行 然後 然後再慢慢 然後以前來 說出家就出家 投屁了 那自己把投屁了 鴿批的 就出家了 後來不是啦 還要三思七政 才證明出家 那時候 還要問遮難 以前沒有的 以前來出家就出家了 所以這個就是 因為 因為 眾生的根基不一樣 法是沒有變的喔 法是沒有變的 法是沒有變的 好 那麼 這一些都是凡夫 那凡夫也 聽到佛法之後他也會去講 他講的其實不一定是佛法 就是他理解 他也 如果是外大人 他會帶外道的思想 所以後來出家 外道思想要先觀察六個月 這個思想有沒有改變 不然你自己講說 我是佛教徒 這個我是從佛法 我這個佛法那邊來寫的 結果你講的是 參加了你 夾了你自己的東西的 根本佛祖就沒有這樣說 那一般的百姓 白民也 他雖然沒有外道思想 但是他們那個 一般民間的觀念 自俗宗教的 那麼他也有 他沒有辦法 那聖者裡面也有分有學無學 那無學的阿羅安講的當然是 肯定沒有錯 那有學的他見真理的 大概也不會錯到哪裡 就是他那個核心的部分不會錯 那那個C的部分可能 容許有一些偏差 但也不會錯到哪裡去 那正出國的是非常多的 有學是出國二國三國 很多在家裡都正出國二國三國 千年也有阿 你要知道 那佛弟子裡面正出國二國的也是很多阿 好 所以 所以他這裡 佛弟子所宏布的是否佛法 在乎他是否棄合世尊根本教法的特質 那我們再來看看 現在 現在在弘法的這麼多 不管在家出家 你就會發現 這些人講的真的是佛法嗎 我每次看到那個水路華為 我都很感嘆 你看到那個水路華為 一進去 就很震撼 怎麼都很震撼 兩邊 那個壇場裡面先不要看 先看壇場外面 兩邊就一定有五匹馬 十匹馬 有沒有 有沒有參加過的 十匹馬 然後 然後這個馬 這個子馬上面還有草喔 還給他吃草喔 然後你後來修行的功德就要靠這些 這一些子人子馬 這死者 然後上去報給佛頭知道的 這樣子的嗎 我說現在沒有人騎馬了 現在都開飛機了 現在真的有人發飛機了 有人發飛機了 有人發飛機的 那你說那應該用手機啦 你用手機傳簡訊不就更快 找個手機給他 iPhone的手機給他就好了 讓佛頭有一支 我們有一支 然後直接傳簡訊 多少人在這裡 你修了多少功德不就好了 我相信有可能會有 但是這個其實不是佛法 不是佛法 那就很奇怪啦 那參加那個法會喔 這個人生病死的 還要煎一服藥 這個鬼 這個鬼 因這個病死的就要用藥 你也不看那個鬼是用什麼病死的 你還要煎他一樣的藥呢 是不是 那糖要病死的 你要給他胰島素啊 是不是 高血藥死的 你要給他高血藥的藥啊 降血藥的藥啊 那你不是啊 反正生病死的就有一服藥 然後這個藥 就可以讓他做鬼不再生病 這個是佛法嗎 肯定不是嗎 那但是很多人相信 這個就是佛法 所以 這也沒辦法 所以那麼多人就是因為沒有證件 所以才會相信那種 像廟堂啊 廟天啊 他們就覺得 哇佛法 而且那些人都是知識分子呢 中產階級的呢 也很奇怪 所以 不一定有知識就有智慧了 不一定你熟徒的多 佛教看的多 你就有智慧 不是 就算是當子你是跟佛出家的 我告訴你 你都不一定是契合余佛法的 何況現在這麼複雜 那很多人其實是很冤枉啊 老實講 很虔誠 也發心 但是 那個種子喔 嚇到不對的田裡面喔 他就是長不出什麼果實來 就沒辦法 那這個 有時候跟他過去的緣有關係 所以我常常覺得 我們這一代一定要堅持政見 你如果沒有堅持政見 你就是參加那一些 比如說你喜歡參加水路 你只是舉臉 你喜歡參加水路 那覺得你的祖先 你要超渡 這麼那麼殊勝 像現在 南傳北傳戰傳都合在一起 超渡啦 南傳都沒有這種超渡法 但是也加了一個檔 那你就覺得很殊勝 你要知道你這輩子這樣觀念 你覺得無法 那這輩子就跟這些人絕緣 這輩子就修這個法 一直到你死後 你再來的時候 你會遇見哪些人 你會對哪些法聽起來相似 測受 跟你這輩子有關係啊 對不對 你前輩子為什麼看 你這輩子看這個人特別順眼 是因為你前輩子 就常常跟他在一起嘛 麻糬麻糬的嘛 那你這輩子為什麼看到這個法 很相應 你前輩子都常常這樣修啊 你不要以為沒關係 有關係 你來的時候 是帶著你過去的習慣 心念 跟因緣來 業力來 你走的時候 還是帶著這些走 那麼下輩子 你就容易遇見這樣的人 遇見這樣的人 這樣的法你就會喜歡 你就會修學 就這樣 學見真上 你以為沒關係喔 我告訴你 關係可大了 你為了以後要生在 有政見的地方 容易跟政見相應 容易像捨立佛這樣 聽到元祈法 一下子就棄入 你必須現在就要很努力的怎麼樣 思維元祈法 你如果現在就是重感應 哪裡有感應 你就哪裡去 哪裡有感應 你就相信 都是靠外力 以後 你就會生在一個 講感應的地方 你會遇見講感應的人 你偶爾身上會發生感應的事 你就這樣 一次一次的感應 雖然也學佛 但學的不是佛 雖然也修法 修的不是佛法 你自以為是 其實不是 感應也一樣有 外道都有感應啊 怎麼會沒有感應 所有的宗教都有感應啊 可是 你離佛法越遠 越近近 離佛法越遠 可不可惜 可惜啊 可不可憐 可憐啊 可不可悲 可不可悲 可悲啊 所以 我們這一次修學 一定要從佛法上堅持 我們不要去跟 就好像 你歸於佛 終不歸於 外道 協中 歸於法 終不歸於外道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不去跟他結緣 我們也不造那個業 我們不起那個面 我們不歡喜 我們不排斥 但不歡喜 就是說 我不認同你 但我也不會排斥你 因為那是你的因緣嘛 你的 你的因緣就在這裡啊 那你修修這個 你信基督教 你要信誰 信誰 我不否定你 我也不排斥你 但我不隨喜 我不隨喜啊 我也不肯定 但是 我不回報你 我不排斥你 我不佛定你 但我不跟你隨喜 我不隨順 我不隨喜 那這樣 久了久了 因為你的心 都在政見上 都在政法上 你就算什麼時候走 你以後 因為 佛法是講緣起的嘛 有因有緣嘛 依你的業 依你的緣 你會生在什麼地方 是什麼樣的人 遇見什麼樣的法 你會歡喜相去 這個很重要啊 為什麼你會生在邪見邊地 有二陰二緣 因為你以前都是邪見相應嘛 你以前都是邪法相應嘛 你要怪誰 你以前都不好好思為佛法的道理嗎 你只是講感應嘛 念佛 念經 念咒 你就要求感應嘛 所以導致 你的頭腦沒有思為佛法這一塊嘛 以後看見經典 看見就想睡覺 怎麼讀 人家一讀就知道 你怎麼讀就是讀不懂 明明是這個意思 你也可以想到那個意思去 為什麼 你以前就是不中這個的啊 沒有 那個心沒有思考法的 那個力量 沒有那個思考的習慣啊 文是文 不會如理思維啊 導致於你 聽是喜歡聽 可是就是怎麼聽 聽不懂 誰造成的 那你自己造成的啊 那你這個就是原體啊 現在知道這個道理 所以你要堅持在正法上學習 而不是 那你說 那我兩邊都做 我告訴你 你從求感應這一邊 就有求感應的因緣 真的 真的 所以 我們一定要 就是 努力學 努力從正法上去努力 就是從正法上去努力 而不是 要講究與法相應 所以 文師修正 要從這個次定 不是 只是知道 哪一個佛願力最大 哪一個菩薩最感應 然後 我們就唸哪一 哪一本經功德最大 哪一個菩薩最慈悲 哪一個佛願力最大 我們就唸那個佛 那個菩薩 賴不經 不是啊 你如果還有這樣的思想 我告訴你 你就算 修一輩子 修得越久 你跟外道相應的越多 你的智慧 門閉得越厚 越不能 越不能成就 所以這個技術是很重要的 現在的人不知道 就喜歡 感激啊 熱鬧 然後 覺得 這個 宋經啊 宋咒啦 念佛啦 然後就 就 就 殊勝 然後 當你專心的時候 當然你會有感應啊 但真正的感應是 你明白道理 相應 不是感應 一定是自立的 不是他立的 這個一定是要 很清楚 要不然你下輩子再來 我告訴你 你會遇見什麼人 你是什麼狀態 會遇見什麼人 會喜歡什麼事 跟你這輩子是相需的喔 我們走的時候 因夜 因習慣 因心念 我們來的時候 帶著上輩子 前輩子的夜 習慣跟心念 然後 因為你 這一些導致你的緣 那麼你會遇見什麼人 哪一些人會對你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那是因為你上輩子 就影響他 受他影響 你就歡喜 那所以 你就跟這些人結緣 那你就 在這些法裡面深入 這輩子 你就是比如說 你就信妙禪的 因為 信了妙禪之後 你的生意變好 你的身體變好 你就覺得這個妙禪有法律 那你就天天在那邊感恩師父 讚嘆師父 然後 你就是供養他 車供養他什麼 你未來 妙禪會不會再來 會 你會不會再來 會 會不會遇見 會 你遇見了他 會不會喜歡他 會 看一看 你看 不就是這樣嗎 你難得學習佛法 結果到頭來 學的還不是佛法 那所以 應該要好好的 思維這個道理 就是真的要以法為本 好 我們再好幾下看 所以 他到底是不是佛法 要跟他契合 世尊根本教法的特質 那教法我們說過了 就是 他是正真理的方法 就是教法 那真理是什麼 你一定要先確認 怎麼樣證著這個真理 佛說的真理是什麼 那真理是什麼 其實就是三法院 或是緣起 我們說緣起 中道 四地無我 那 可以 就三個原則 無我 是由無常 出行無常 出法無我 那麼由無我 得涅槃之間 得解脫 所以 因嚴格的貫徹 要嚴格 就是堅持 那如果要參加 就參加那一種 比較正見的法會 你常常靠那些鬼神 所以你說 我們說 剛才說 有一個 居士 他修那個 張茶木的 他說這個可不可以修 也不是不能修 但是你常常修 你習慣靠這個 你有沒有親近 要靠那個木頭跟你講 就好像我們寶筊一樣 我可不可以修這個法 寶筊 觀音菩薩說可以 那可以啦 就像我說過 我以前 我以前 有遇見一個法師 他出家之後他很苦惱 他想還俗 他也不知道要不要還俗 還俗後會不會好 他就去 他又不好意思 跑到佛教的廟裡面去問 跑到道教的廟裡面問 那 我是繼續出家好還是還俗好 還要去問 那道教裡面也有觀音菩薩 那也不好問其他人 問觀音菩薩 那有一個法師要蓋廟 要蓋廟 然後 他也不知道 在這個地方蓋廟好不好 所以他就去 去廟裡面抽籤 問神看看 這個 在這個地方蓋這個廟好不好 抽籤 神跟他講可以 上方間 蓋了 我告訴你 包括眾生養成習慣 算命 算命 抽籤 普卦 問神 問佛 我告訴你 最好不會養成這個習慣 你養成習慣 不感應還好 一感應你就慘了 你要依賴他一輩子 本來是大事才問 後來小事也不安心 也要問 我告訴你 真的是這樣 不要養成這種習慣 這種完全是 沒有智慧的習慣 所以 凡是 依智慧 冷靜 觀察 分析 然後下決定 就算錯誤 沒關係 為什麼 你知道錯在哪裡 你問神的 就算對了 你也不知道為什麼對 因為神做對 對不對 那麼錯了 你也不敢怪神 你就去問另外一個神就是了 這個不靈 你永遠沒完沒了 你想想 是不是這樣 很多佛教徒都這樣啊 很糟糕 所以 你一定要依佛法的 佛法告訴你 你苦極滅到就是 你有問題 找出那個問題的原因 那個問題 不容易找出來 那是因為你不夠冷靜 你的經驗太少 或是你分析的不夠多 不夠有智慧 學習就好了 不斷的累積 智慧是累積來的 那不斷不斷冷靜的 就是定登會嘛 冷靜的觀察 仔細的分析 然後正確的下決定 就算錯誤 你也會知道錯在哪裡 下次 因為我上次做過這個決定 不對 所以 就是 你下次 上次受到那個判斷 錯誤了 所以知道 因為你已經知道這個是錯的 所以 你離正確的就越來越近 那麼 有一次這個就對了 那麼他就是對了 他不會錯 可是問神的就不一定喔 問神的不一定喔 這一次對不保證 下一次也會對喔 所以 學習佛法的人一定不可以 我們說還是要以法 不管你的對象是佛 是阿彌陀佛 是藥師佛 是地藏王菩薩 是觀音菩薩 我告訴你 你的這個觀念都是鬼神相念 都是鬼神相念 真的 好一點的是天神 差一點的就是鬼神 那不要養成這種習慣 這個是佛陀在儀教經裡面 也是戰三教戒的 你們都不把他當一回事 以後 就是一物自己而已 耽誤自己而已 耽誤自己而已 好不容易得人生來休閒 問佛法 結果 糟蹋了佛法 浪費了佛法 浪費了人生 糟蹋了佛法 就可惜啊 可惜 所以佛陀常常講 可憐你 也不能將於什麼 你也不是可惡 你就是可憐 那不要讓自己成為佛法中 可憐的人 那一些沒有學習佛法的 他就沒有學習 當然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你已經學習佛法了 還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你比他們還可憐 比外道還可憐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他這裡講 嚴格的貫徹 這一個鑑定 所以要正見真上 就是要這樣 你要堅持你所學的佛法 我要堅持走正確的路 就算這樣對我有好處 我也不要這樣做 就好像梁武帝發了怨 即使我因為學佛而痛苦 我都要學佛 即使我因為不學佛而生天享樂 我都不會學道教 學其他的宗教 就算學這個宗教會讓我生天享樂 學佛會讓我痛苦 我都要學佛 但是真正學佛不會讓你痛苦 你要有這個見地 要有這個決心